第十五集 伊林式魔女 路边 来往的行人在赶着去上班的路上掏出自己的手机 看到麦克和月月的绯闻照片 杂志拍摄现场南休息室内 月月坐在休息室的凳子上 看着平板电脑 穿着变装 素颜打扮的麦克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月月震惊地说 怎么可能 月月又说 恋爱 你和我 麦克说 好大的黑绿屎啊 月月说 我的初恋啊 为什么偏偏是你啊 麦克说 还要我再解释一遍吗 你现在站着的是我的身体 你要好好守护着它 月月说 你以为这种生活我过得不痛苦吗 麦克说 你以前不是说想过这样的生活吗 现在反悔了 月月说 才不是 麦克说 麦克说 就是 月月抓住麦克的手臂 把我的身体还给我 麦克抓住月月的领子 你也把我的身体还我 月月和麦克相互抓着对方 在几乎 再几乎脸贴着脸的距离瞪着彼此 亨利开门走进来 月月和麦克匆忙拉开距离 亨利瞄着两个人说 嗨 就算是恋情被曝光了 你们也不能这么明目长胆的腻歪吧 月月故意插开话题 说道 维维安怎么喊不来 亨利说 说是处理这件事 记者们的电话一直不断 他装成维维安的样子又说 知道今天的杂志拍摄多重要吗 拜托 能不能好好拍完 别再惹谁生非了 好 这就是维维安让我转达的话了 亨利笑道 月月和麦克相互瞪了一眼后 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公路车内 维维安的司机开着车行驶在路上 维维安和西秀坐在后排 西秀打开手机 看到月月和麦克的绯闻 西秀说道 这两个人真的在交往 这怎么可能 维维安说 可能是在工作过程中产生了感情吧 西秀又说 天哪 这简直是人生逆袭啊 维维安说 好久没见过月月了吧 西秀说道 她还不知道我来了 臭丫头 不但拍杂志还闹出了绯闻 唉 真羡慕啊 维维安瞄了一眼西秀 露出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杂志拍摄现场 女休息室内 麦克开门进来时 发现伊林还没有到 看到化妆台上放着准备好的化妆工具 旁边还有饼干 饮料等简单的零食 麦克刚坐在椅子上 伊林的小造型师就推门走了进来 只见小造型师手里拿着瑜伽垫和小雅玲 他把瑜伽垫垫在地上 在一旁放好雅玲 麦克看向门外的方向 但还是没有看见伊林 杂志拍摄现场 停车场 伊林车内 身穿瑜伽服的伊林 在车内流着泪打着电话 好了 不要再说你做不到的事了 我们两个已经结束了 伊林挂断电话后 拿起镜子确认了自己的妆容 简单整理了一下 尽量掩饰哭过的痕迹 杂志拍摄现场 停车场 伊林车内 伊林下车没走多远 就撞见了月月 月月看到伊林后 先是一惊 接着不觉得后退了一步 伊林瞪了一眼月月 随即走向了休息室 月月自言自语道 伊林不会发生了什么事了吧 月月喝着饮料 也走向了休息室 杂志拍摄现场的女休息室内 伊林穿着瑜伽服走进休息室 伊林跟麦克视线相撞后 点头行李 小造型师看到伊林走进来 急忙过去给她量身材 伊林看着自己量的数据 不满地拿起哑铃 走上瑜伽店 开始做着蹲起动作 拍摄人员开门走进了休息室 拍摄人员说了一声 时装部过来就劝 拍摄人员说 时装部都过来确认一下 伊林抬手 是一小造型师出去看看 小造型师随即离开 伊林继续运动着 伊林边蹲起边说 我看了新闻 麦克接话道 是麦克缠着我的 伊林说 哦 那祝贺你们 麦克诧异道 你是真心的吗 伊林将哑铃放下 坐在瑜伽店上 做起了放松肌肉的运动 伊林说道 我当然是真心的 谈恋爱会让人分心 很快就会被这个圈子淘汰的 麦克生气地说 你这是在诅咒 伊林说 什么诅咒 这时候 服装老师的助理 推着衣架走了进来 伊林的服饰是黑色的 而月月的服饰则是白色的 男休息室内 月月化好了妆 换了身拍摄杂志的正妆 拿着手机刷着绯闻 月月说道 嗨 我干嘛要去那个电影手营会啊 我一次恋爱都没谈过 怎么还闹上绯闻了 月月和麦克在手营会上 向大家行礼 月月在电影派对上 跟导演碰杯 杂志拍摄现场 男休息室内 月月说道 电影 电影 月月陷入沉思 女休息室内 麦克正在化妆时 伊林已经化完妆在一旁等着 两个人的妆还没有化好 只能看到影子 这时候 拍摄人员走了进来 再寻找伊林 拍摄人员说 伊林先来拍吧 坐着的伊林 一只手扶着造型老师的助理 一面优雅地起身站起来 一只手扶着造型老师的助理 一面起身走向摄影棚 没走几步 就转身走向了麦克身旁耳语 伊林耳语道 告诉你一个秘密 麦克之所以遭到雷劈 都是因为我 因为我当时祈求上帝 希望麦克那个目中无人的人 能直接被雷劈死 伊林转身在小造型室的带领下 走出休息室 只剩下一脸震惊的麦克 看着伊林离开的方向 杂志拍摄现场 月月从入口走进来 麦克从对面跑过来 月月说道 我告诉你一件很离谱的事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疯了 麦克说 难道我们像电影中的情节 被谁给诅咒了 摄影师说 来 开始拍了 月月和麦克扭头看向拍摄现场 两个人同时看向正在拍照的伊林 伊林头发蓬松 身着黑色连衣裙 画着浓妆 正如童话中的魔女形象 麦克和月月同时说道 难道伊林是魔女 伊林看着镜头 露出魔女一般的古怪笑容 难休息室内 月月坐在椅子上 麦克在一旁来回踱步 麦克说 我当时为什么没想到这事啊 那天伊林被我开了 月月说 那现在怎么办 麦克说 电影里一般都是怎么化解的呀 月月说 一般都是魔女亲自解开诅咒 或者被王子所亲吻 麦克说 不然呢 月月说 不然就会死啊 麦克说 为什么会死啊 那是电影啊 月月自嘲道 我们这经历才称得上电影啊 麦克难为情地说 那说对不起行不行 月月说 如果是紧要关头 哪怕跪下也未尝不可 麦克接话道 下跪 那可不行 月月说 麦克正在拍摄杂志 杂志主题是魔女风的伊林和天使风的麦克 以及在两个女人之间苦恼的月月 伊林嫉妒地看着两个人 像是伊林真的诅咒了这两个人一样 月月轻声说道 拍完你就赶紧跟他道歉吧 麦克说 那还不如就这么活着呢 月月看着麦克说道 你说什么 摄影师说 等等 麦克的表情能不能更俏皮一些 按照摄影师的要求 三个人集中精力又拍了几张 摄影师说 伊林的部分结束了 麦克和月月再来几张情侣合影 伊林对摄影师说 辛苦了 拍摄结束后 小造型师赶紧把水递给伊林 月月看向小造型师 咦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百货店粉丝签名会上 在Two Size签名派对时 见到的那个女人 就是小造型师 杂志拍摄现场 月月震惊道 啊 粉丝会 她怎么会 月月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为什么 我用的过程